詞曲 拍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都必须要口罩都一定要戴好戴滿的时候 那中国这一个大概是目前全世界反人权 然后反民主最大的瘟疫 正在散播到全世界当中 而且对于所有在争取人权的人 他基本上他实施的不是14天的隔离而已 他几乎就是少则三五年 那长则就是无息徒刑到死刑 这样子来对待所有争取人权的人 那我们在这样的时候 可能特别要去记得有这样的一个人权的事件 那这一类的政权他们能够仰赖的就是 我们大家忘记有这一类的事情 所以可能在我们这一边 要能够记得李明哲这样的一个事件 这可能是对的 这一类的政权的提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 非常高兴我们今天 我们会有三位讲者 然后 然后我们原本在广告上应该是有送请问他要过来 但是请问身体不舒服 所以今天有两位比他还好的带打 OK 那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有秀娟是文山社大的校团 秀娟 然后还有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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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长期为劳工奋斗 为劳工的权力奋斗的幼恋 那我们先把这些交给他们 OK 大家先请 那个校长开始 好 我是文山社大的校长郑秀娟 我们社区大学是全国第一所社大 已经成立了22年了 那我跟明哲都是在野百合世代 那只是说我有赶上野百合 但是他没有赶上 那但是呢 我们应该是在街头一起努力了很久 只是没有认识 那他离开了民进党工作以后呢 他其实应该是说他一直有一些很 就是很核心的价值 我们都是在学校的时候就在蒙蒙懂懂懂当中 去寻找说自己到底真正在乎的是什么 在社会里面呢 我们又能够成就什么 那这样子他可能从在学运的时候 到社会运动到党内 那到离开民进党 他做人权的一些调查工作 那他最后选择到社区大学 那一来就是说他很清楚就是 他已经有一些经历 他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他在这个年纪呢 他选择了到社区大学做人权的教育 那当然同时 因为我们在社区大学的工作 其实很多都是斜杠的 就是下午跟晚上就在社区大学服务 然后呢半夜跟早上就去做人权教育工作 就做就他就在在那个数位的线上 就去跟中国的朋友就是联系 希望用一点点就是 比较像是人们集资的方式 去捐助那些中国的人权工作者的家人 当中国的人权工作者被抓走以后 家里没有经济收入 他们就去调查这些家庭的贫困的状况 然后把钱想办法转了好几手 送到他们的手上 因为这些人其实都被监控了 那为了保护捐钱者 也为了保护被捐成的人 所以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 那明哲是因为他是台湾人 相对来讲他我们就是离中途远一点 所以他就是做了一些传真隐形的工作 那也因此他每年都会到下面去 跟一些朋友吃饭聊天 真的就是去吃饭聊天 就有点像我们的线上讨论 线上就吃火锅这样子 所以他其实照常就是每年那个时候 他就他就跟我说 他要他要去下面看 然后我就要去带他妈妈 带他鲸鱼的妈妈去那边看医生 因为他妈妈的那个癌症 还需要去想要找一些不一样的疗法 那结果后来妈妈的状况是 被医生要求不可以离开台湾 认为说他可能光是到中国去 都是风险太高 所以明哲就最后还是自己去 那结果没想到就回不来了 那其实我跟靖宇呢 都是明哲消失的 大概有一天以后才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明哲跟靖宇还有我们 每个人都是一个就是能够独一作业的人 我们其实常常跟现在自我隔离的状况一样 有没有自我隔离都没有什么关系这样子 因为一个人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所以他其实是经过他香港的朋友 发现他失去联系才知道说 OK明哲有问题 然后香港的朋友就赶快在脸书上找来找去 就是同时找到他太太 就是同时找到我们 然后我们在就是说跟他太太联系上 所以他太太在明哲当社大的工作人员的时候 就有来当做志工好几次 那只是说我没有遇到他 但是我们同时都认识他嘛 那就是这样的事情 就是他周末不见了 然后礼拜一在教育局开会才结果讯息 那当然就开始联系起来 然后第一时间也就直接跟教育局通报 因为我知道这个是涉及到两岸的问题 涉及到人权的问题 那其实就是那个内政跟外交是一起的问题 所以我们一定是做好通报的事情 做好通报其实它是一个保护我们自己 也避免一些干扰或是或许有的受害者 都会被指责的问题 包括我们社大人都会被指责 大家都会说 你这干了些什么 你们社大干了些什么 然后才来想说 那所以可能会被抓 而不是说对方干了些什么 抓人的人到底干了些什么 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我们自己在那个长期的 就是就是集权统治下的集权的历史啊 其实是一个文化还没有去除的一个案的证明这样 那我当然我自己从解研时代这样子走过来 那我自己还是会觉得说台湾的民主社会 比起30年前真的是进步很多了 那像这一次的疫情 从如果从SARS到现在 你可以看到台湾在民主的社会里面 虽然中国人会说我们很乱 可是实际上就是我们会在这个民主的土壤上 慢慢的耕耘出来 这个土壤是很不过的 那虽然是刚开始的时候你看不到大树 因为事实上就是年职就是不足 可是就是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民主土壤 是可以逐渐的养育出 像我们在座这么多关心这个议题的人 如果是在20年前 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 有这么多人要坐在这里 而且民主被抓走已经三年了 那当然我也可以说 刚刚被抓走的第一年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敢来 很多人害怕说 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中国会抓走他 那有可能就是因为他被盯 哪些事情被盯走 所以我们就不要去参与这样子 这也是第一年的困境 那但是到第三年现在这个状态 我觉得是很有趣 那这三年其实我老实说 他还是有一些因素 就是前两天我在竞争会上讲的 就是台湾的人权教育很不容易做 因为我们有228也有白色恐怖 所以很不容易做 因为我自己就是眷村长大的 我从小就是可以谈什么 就是不能谈政治 那可以自己决定要选谁 就是不能讲的 因为讲出来就是眷村里面的叛徒犯 那我爸妈就很难做的 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下的成长过程当中 就是看到现在我们那时候阿别总统有两个子弹 我在那时候我在工部门当代理人员 约聘的代理人员 那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同事就说 就很生气的跟我的主管说 台湾还有没有法治啊 就是这种事情也可以发生 结果我们科长就拍拖的时候 台湾如果没有法治你已经被抓中了 你讲这句话 然后他就吓到我们的 那也就是说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 大家其实生活体验 那当然也在座有很多年轻人都是天然独 所谓的就是台湾的主群独立的状态下 也能出生和成长 那可是这两年大家也有意识到 就是中国的影响又进来了 所以呢开始有一些人 他不知道为什么开始来检查 那所以明泽在社大 他认为在社大做人权教育是很好的 就是我们有一个学校 然后呢一个文山区的社大 就会有三十千人就会自己考来 说我要学习 这些人就是这个社会里面是主动 想要找寻改变机会的人 所以他觉得就可以从这里面 也许有三四百人对人权可以接触 因此呢他就会像你们一样 更积极的就在这里 但是谁知道就两年后 就是台湾就住这一群人 他就开始来检查别人 那去年香港反送中的时候 我们社大呢就被检举了 被要求检讨 写报告要求提供录影资料 就是我们邀请一个香港的社公司 他们在街头协助警民之间的冲突 想要找一些缓冲空间 光是做这样子相对来讲 已经算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说我支持反送中与否这样子的事情 就是台一个社公司怎么做这样子的事情 都要被检讨 我们还是在台北市 号称台湾最进步的城市 那还好我们台北市教育局是非常理性的 因为他跟着我们社大22年下来 他们很清楚 就是这件事情 那个这件事情涉及到检查 那基本上教育局不检查社大这种公共论坛的事情 那所以呢就只好 就是我们就大家一起帮忙去报告 但是呢预算就兵止不能过 所以教育局就很紧张 就年轻的那个公务员 诶可以在台北市当公务员 其实都是算是有点理想报复的 那就是只好就是想说 大不了就赔进去嘛 他的前途就赔进去而已 还好就是最后就放生了这样 那不只是台北市社大遇到这样的事情 遇到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讲 真的已经不算什么事情了 我们就暗幅局里面就是 遇到时候我们会有我们的作为 然后呢最后我们可以来告吗 你觉得我们有问题的告吗 我们来法律上处理这样子 那那当然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全台湾的那个社大被检查的状态 在一世之间就突然都松手了 就是除了我们这个台北市之外 于宁台中好几个县市 就是市长选举翻盘以后的县市 就开始检查社区大学 所以在这一年来已经有两所社区大学 因为这样子审办权在投标 重新招标的过程当中就被洗掉了 两所都是优等办学间 办学优等的社大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我们光是谈人权教育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说天赋人权哪有天赋这件事情 对啊天赋人权是给我们自己的希望 人权绝对都是打拼来的 就是流汗啊流血来的 还有李明哲现在还在中国监狱里面强迫行动 每天吃那个很糟糕的鱼肉煮出来的东西 所以身体一定会开始出问题 如果你长期吃食安有问题的东西 你一定会出问题 何况他已经40个岁了 应该是45岁的话 所以我今天只是想要表达就是说 人权教育这件事情 它可以是很单纯就是李明哲想做的事情 它也可以是很复杂的是一个 就是两岸政治的问题 然后呢它甚至可以是 中国在操弄台湾人的意志的问题 那就是我会觉得就是说 大家在坐在这边 应该不是只是关心李明哲这个是怎么回事 因为毕竟他都被关三年了 而是想要透过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人 他坚持在那边继续服役 做他不应该坐得牢 那他在想什么 每个月李静瑜都会去看他 那他 李静瑜其实是奋斗了一年 都没有办法稳定的去看他 后来也是透过美国的一些 国际就联合国跟美国的一些压力 他从去年可以稳定的美国去看他 一直到今年1月6号就是大选前 那因为金瑜就是有想到 因为如果没有台商在那边 他是没有办法去看他的 因为必须要透过台商的中间的接待协调 协调比较多 那因为台商要回来选去嘛 所以他就提早去看他 李静瑜跟他讲说 李静瑜大选我们再来 这样子我就可以跟你问一些 跟大选有关的问题 李静到现在还是一样 就是他在那边 可能身体被折磨得很厉害 可是他跟我们一样 就是说心智都非常的健康 那还好他也有年纪过大 那过程的时候 可以趁个住这些 那 结果没想到 这就是到现在 最后一次 这几个月他都没有办法 再捡到他的任何年纪 那这里面当然就是说 中国说他有人权嘛 中国说他有法治嘛 你就用法治来的人权去跟他谈嘛 用法治来跟你谈 你要给我的御中的一些规法 你要做到 用人权来谈 我只跟你谈到最底线的人道 挡心情电话 就是不行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整个疫情下 中国人的状况 那我们都可以想见 但是人权就是这样子的事情 你明知不可为 但是一定要持续为止 只要你认为那是符合信念 符合真理的 你就要持续成 千万不要用说 这个很难 现在就是因为他们怎么样做不到 所以呢 我们这样做没有用 那如果是这样 跟一般人都一样 你跟现况没有差别 那就不可能争取到任何几乎的机会 那总是有一些松动的可能性 而且我们常常在搞生育的时候 我们都是知道 常常成功的不是因为我们过充 也不是因为我们力量够张 常常是因为他们受不了的 他们放弃离开了 那我们就成功了 这个叫做比气差 那所以呢 我们很欢迎年轻人 我们这一代呢 继续称下去 那你们新一代继续接上来 那就是人权的工作 我相信就是 台湾就是坚守着 一定就是可以持续把这一顿滑朵 是不是绽放给全世界人看 谢谢 一二三 一二 多一同清晰吧 不好意思 好 我是孙友莲 郑南壁书长 我刚刚秀天讲的 比如说包括文山社大 我好几个社大的 其实我现在还 我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就是重使是民主的台湾 其实你要努力做一些事情 还是某种程度上 都会受到一些干扰 所以还蛮幸运的 就今年CDP的群群结果 不是我们大部分 我相信台湾那边的人 应该跟我有比较相同的期待 我一直在想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说 我要怎么来讲哲舞 因为以前我讲哲舞 我一定会秀PPT 我一定会很有结构的讲说 那个劳动保护 到底要怎么样 要长什么样子 然后劳迹法修法 到底是怎么样子 那很有结构的把它讲下去 但是 后来我想说 我还是不要做PPT好了 我就单纯的讲说 我如何参与一下 民主人的这个事情 那当然我跟他已经认识的 我跟靖也是认识的 我们都是好朋友 认识十几年的好朋友 所以我每次看到靖怡出现在这里 我都给他一个拥抱 因为以前我们就在劳政 在他在劳政实习的时候 然后他我们在劳工的议题上面 明哲也曾经在劳动部服务过 以及劳委会 一起努力的关心的一个议题 大家看到的这些信 都是我们写明哲的信 这个 我就从这个campaign开始讲起 这个 去年 前年的 前年大家其实都有些焦虑 说 好啊 记者会都开了 就业也做了 那怎么办呢 中国就是一个 中国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中国今天 零确诊 你觉得呢 不过 你往好的方向讲说 他一直宣证我们是他的一部分 所以他说 中国零确诊 表示怎么样 我们独立了 我们不属于中国 本来就不属于中国 拜託 谁要属于他们 那 在前年 2018年的 2018年的 选举的那一天 我在Face联盟 讨论 那接下来怎么办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在写 这个 明信片 所以后面有一天 明信片 待会也拜托大家 如果 你觉得你想有一些话 想要写给明者的话 可以拿一些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 对一起写信给明者 写信这个事情 有没有用 我待会再讲 我在Face联盟 大概 2018年11月24日 我没有想要那天 发行什么事情 大家浓浓的亡国感 但是我们事情还要做 我们看完开票以后 我就想讨论说 那接下来要做什么 那我那天都带了一个提案过去 我说 这样子好 我们365天 每天找一位朋友 写信给明者 写信的明者干嘛 写信的明者是告诉他说 台湾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他在中国坐牢 而且我们认不想使用无罪 不管你要写什么都可以 有些人就发挥创意写了一首诗 有些人觉得 我不一定要跟明者政治 我就跟他讲说 风花雪夜的事情 昨天遇上挑学了 这也好啊 不一定每天像我这样子 一定要 我昨天老机把修法了 我去看看 我去看 后来我们真的实现了 我们真的实现了 在2018年 我忘记哪一天开了记者会 开始就写了 每一天有一个人 写了一封信给明者 写了365封 我写了第一封 跟第三百六十六封 就是这个campaign 结束了以后的下一封 其实我们现在是继续写下去的 因为大家觉得 大家觉得 这对明者很重要的 而且 当某人想说 好啦 一年的信都写完了怎么办 我还记得我们在 这个咖啡厅的那个位置上面 就最旁边的位置上面 静怡流了泪说 你们一定要写下去 因为你们的信 对明者来讲 真的很重要 虽然我们知道说 他只有几封 是静怡念给他听 他讲我告诉你 今天谁写信给你了 这个很有趣 譬如说吧 游美女有写信给你了 一号有写信给你了 我念给你听 但是后来就断断续续 断续续 不能去探望的时候 也许那些信可能就死成大海 但是 但是 这就是我们写给他的信 我们不管那些信是被 有没有被中国收走 所以如果待会有空的话 可以稍微读一下这些信 不同的人 用不同的乙性 有些人不认识明者 我相信大部分人不认识明者 他认识明者 就通过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才知道李明哲这个人 但是这些就是台湾写给李明哲的 365封信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我永远记得记得告诉我说 你们的信 每一封信都对李明哲来讲 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那写信 写明信片 有没有用 有没有用 对中国来讲 中国 我不知道你们对 有没有跟中国打过交道 刚秀渊想说 他从这个更名者是野板河世代 我赶不上野板河 因为我1992年才来台湾 所以我是台湾民主化以后才来台湾的 1992年9月10号我来台湾 有没有人记得 9月10号 因为第二天就是我的生日911 所以我就前一天来 我生日前一天来台湾 然后那一年对台湾来讲是非常非常热闹的一年 因为那一年叫中华民国第二届立法委员选举 因为有野板河才会打倒万年国代 打倒万年国会的这样一个运动 1991年修宪 1992年国会前面改选 所以我刚好那年来非常非常热闹 也因为那样的一个事情 那样的一个偶然 让我不小心就一头栽入大学里面的一个社团 叫台湾社 然后念了非常非常多的228的历史 念了非常非常多的白色恐怖时代的一些文集 念了秘籍的把一些人的回忆录都念完了 就形塑了我这个外国人的台湾意识 虽然我没有机会参与到1992年前面的那一段 但是1992年以后的我都参与到了 我都参与到了 那写信 写信 国际特色组织 几乎每一个礼拜的集会 全世界各国都写信给救援另外一个国家的政治犯 你们所在的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你们做的地方 以前是军阀处的这样的一个官犯人的地方 官政治犯人的地方 那当时国外的朋友就是这样子写信 在救台湾的政治犯人 就是这样写信 有没有 顶多就是 就讲说 跟那个臭桃话说 你不要把他杀了 我每天都会盯着 国际社会都盯着你 那你把他杀了 我们都知道 如果他消失了 我们都知道 那还是有人被杀 这一整片叫做青岛东路3号 那边有本书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找来看 这就是早期台湾官政治犯的地方 包括前面的饭店 有空的话 也可以到青美人权园区去看一下 那边也有这边的模型 就是当时如何 政治犯是如何 二十个人睡两瓶 我不知道现在中国的政治犯 有没有遭受如此 不忍道的对待 我相信有 我相信有 所以写信其实是很重要的 像一样的campaign 其实是很重要的 好 那我这个外国人 能不能批评台湾政府 当然可以 最近所有的事情都要逆时钟 顺时钟 对不起 顺时钟 但是偶尔要逆时钟一下 譬如说这两天 大家 其实我们也在挑战说 那个空白授权 到底能超越那么多吗 你真的能这样子扩大解释说 那一条就是说 你可以不经过任何程序 或者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的依据 就宣布某些事情 那当然从我们的角度 或从很多人的角度 从法学的角度想说 这叫违宪 对不对 这叫违宪 因为法律没有授权 以前 以前 超淘 超淘 特别这样讲 讲 讲解释 讲综正 他做任何事情 他要批你死刑 你为什么戴口罩 对我不敬 死刑 这个 这完全没有任何的依据 他完全没有任何的那个 法律授权 动使现在百分之八十几的人 都觉得我们的防疫做得很好 对不对 满意度量很高 但是政府可不可以批评 政府当然可以批评 有什么问题的 政府不能批评 那就是我们回到戒严时期 我这个外国人能不能批评台湾政府 我们也可以都会批评 我在老生二十五年了 劳动性专法修法的时候 我会受到任何的对付吗 Maby在过去戒严时期 譬如说 曾经有一个神父叫做马赫俊 马赫俊神父他是埃尔兰人 他的所属的教派叫做高龙庞教会 天主教高龙庞教会 高龙庞教会他讲说 我教会你 我跟你讲你的权力就是一种宣教 就是一种传教 所以他来台湾了以后 他做什么事情 时常在他的教会里面 教会女工你的权力 你的劳动权力是什么 1889年被骗到警察局说 我们同意你延长你的签证 直接从警察局抓了送到桃园区场 然后压上国泰的飞机 送到香港去驱逐出境 那个时代就是不能批评政府 不只台湾政府 那其实我在想 我前日子参加了一个商业的活动 他说平均每一个人有8.5个社群软体 你有几个 你有几个 我就想说 那我现在看到有闭口时间 一个人有平均8.5个社群软体 Facebook 有没有 Twitter 有没有 Live 还有呢 Hulam 有没有 还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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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 听说 我年轻人都不玩 高中生都不玩 Facebook的都是IG的时代 对不对 因为 提醒我们这些老口口 不要来污染IG 请你们留在你们的Facebook跟Line 不要来IG 那你在你的Facebook会做什么 名字都只是在Facebook讲一些事情而已 我也是当做这个事情 搞不好在座各位很多人都跟名字很一样 偶尔上来嘴一下 嘴一下政府啊 嘴一下中国啊 嘴一下新加坡啊 我也很喜欢嘴新加坡 譬如说 当中国镇压西藏的时候 新加坡政府是第一个发正式的government statement 说 这个 支持中国用一定的武力镇压西藏 这个中国家你还不批评吗 如果你是一个对人群 或对这种 这种议题有意思的人 你会也准一下新加坡政府说 这就是 独裁政府啊 这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助纣违虐嘛 对不对 好 我曾经 虽然我是 这个外国 我是马来西亚人 我在台湾搞了一个组织 叫做台湾自由缅甸网络 台湾FreeWeber Network Luna 还有我们很多朋友都是在那里面 那时候缅甸在救援缅甸的政治办 包括翁山苏基 包括很多很多的 不只是翁山苏基 翁山苏基只是 他是一个代表 那我们可不可以批评缅甸政府 批评缅甸军政府 当然可以啊 有什么问题呢 在批评缅甸军政府的同时 我又要嘴一下新加坡了 为什么 因为2008年 这个Salon Revolution 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介绍 叫做加山革命 全世界各国包括台湾 都游行抗议缅甸军政府 对生理的这样的一个镇压 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 上网去查一下Vermont VJ 这部记录片 在YouTube上面就看得到 完整的看到 就在记录当时的缅甸军政府 如何把神里杀了 丢在河里 尸体都看得到 全世界各国都在怎么样 都在批评缅甸军政府的时候 新加坡也有缅甸的移工 他们也走上街头抗议 结果缅甸新加坡政府 把他们一个人拍照以后 传给军政府 能嘴吗 能够批评吗 好 那我们来讲中国好了 中国当然 我们有很多可以嘴中国的地方 包括他对我们的打压 他对他国内的人群的打压 我的很多的好朋友 在中国跟我做同样的事情 关心劳工 关心职家劳工 前一阵子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我们讲说有一句话说 举头三尺有什么 Google 回去Google一下就知道了 好 举头三尺有Google 你们回去Google 祥子 安详的祥子 我的好朋友前一阵子 就突然间失踪了 他是中国人 他在美国念书 他在中国他在做什么工作 关注职灾劳工的工作 他做的事情跟我一样 完全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的差异 我大部分的工作 就是在关注劳工的议题 关注劳工人权的议题 但是我在台湾我不会被抓 更扯的是我是外国人 更扯的是不会因为我是外国人 就在台湾没有言论自由啊 没有言论自由啊 我只差什么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啊 这是我的工作 我只差我没有投票权啊 我没有选举跟被选举权啊 但是我又没有发言权 我能不能批评蔡英文说 你那个政策是错的 可不可以 有什么问题呢 根本没有这个问题啊 但是对不起 明哲只是真的只是在脸书 在... 那很奇怪啊 我就是关注这个议题的人 我在我的脸书上面的议题 一定会是怎么样 一定是会是同质性很高的啊 比如说批评中国政府 对于政治犯的打压 对于人权的打压 有什么不可能 那回过头来 中国在做的什么 中国在做的 一直在做的是维吾的工作 纵使是现在这样的一个肺炎 其实我是非常非常理性的 我还不称之它叫做武汉肺炎 因为我是念公共卫生的 我还有一点公共卫生的兼职啊 说我还是会叫它COVID-19 我有这个兼职 我的文章 我觉得不会用到武汉肺炎的这几个字 因为这是对疾病的一种 或者对疾病的发炎地的一种歧视 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但是你说它在防疫吗 没有 它每天都在中国社会里面去发泄里面者 它每天努力在做的事情就是 纵使是你们戴上了口罩 它现在拨了一大笔的经费在设计说 如何在戴上口罩的时候 还拍得出你是谁 因为人脸辨识系统 你要看整个脸啊 戴上口罩以后 你可能就遮掉了一部分啊 你无法去辨识说这个人是谁 你抱歉 中国现在是加紧研发 如何只扫到眼睛就知道你是谁 那叫文汶 中国最有名的华为 华为其实是很厉害的 非常非常厉害的一家公司 坦白讲 就是全世界没有几家这样的公司能够赢过它 但是它是怎么成就华为的 因为它有源源不绝的国家的预算 来喂养这样的一个科技的发展 目的不是始终 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对不对 不是它的目的只是为了monitoring 为了怎样监控 所以它喂养了它的产业的发展 让它的产业欣欣向荣 但是回馈给它的国家的是什么 更有力的监控 你看它笑了 它表示对习近平无尽 所以回过头来 明哲今天是三周年加一天 被关了三年了 被抓了三年了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是始终认为它入罪的 包括说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可能会讨论到一些议题 待会仪碧可能会讲得更加的详细 因为它抢你的更深 包括陪这进入到欧盟 到联合国去进行很多很多的救援的工作 譬如说 假设 我们当然希望它赶快回来 马上回来 我们非常非常担心它的 当然在这个地方 尤其是现在这个疫情的不确定性 中国也有几个建议是有 有感染的 我们当然希望明天它就会回来 回到台湾 但是回到台湾 可能的几个前提 比如说假设 假设可能建立在有罪的前提之下 那我相信它有所坚持 这个有所坚持 看到我们的心里是心疼的 因为我们多么期盼它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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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凶受诸 但是 但是 在中国的 这个打压人权的这种方式之下 我相信 他们也不会那么轻易的让它回来 所以 在这个疫情如此的严峻的时期 说实在的 我上个礼拜真的有在讨论说 要不要取消 真的要不要取消 那 当我们后来决定不要取消 还是要继续办 然后继续的关注这个议题 今天不只是台北 还有台中 然后明天还有宜兰 然后接下来还有高雄 都有这样的活动 就是跟更多人来分享说 有一群人参与在救援里面者的运动里面 然后 为什么我们要持续关注里面者 为什么我们要持续 希望说有更多人能够透过 就是你可以进行的方式来参与在救援它的活动里面 那 最后我用 我用那个 过去在参与那个 缅甸行动的时候的一个场景 跟大家做分享 然后做一个总结 就跟我刚才讲的 沙东Revolution2008年 驾沙革命的时期 那一年 我们要举办了一场游行 那游行刚好强烈台风 就是习台 然后 而且是直接背往台北 到台北来 以我的经验 我经历的 拜託年 我经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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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人才说中文 说Melody 我都说台语的 我在船船家我都说台语 这才有辣 说台语才有辣 指挥游行 说中文真的是 感觉很软软的 说台语 你说不好不好 大声的 就寄信了起来 我就跟缅甸的朋友说 取消吧 取消吧 没办法 墙台 习台 没有办法走了 你要走的话 我觉得 以我的经验来讲 我觉得不太能走 然后缅甸军政府 对不起 缅甸的 那个台湾的缅甸人 跟缅甸的朋友 就流着泪告诉我说 习先生 我知道你的难处 但是缅甸军政府 不会因为 光风下雨 就不杀人 我听完这句话 我也留下眼泪 我会想说 好 走吧 就走吧 我们创下了墙台 游行的记录 这个走的 这个真的是好像那个 如果你们有看电影 那个梁柱柱 那个场景一样 被风吹了 那个东倒西歪的 但是我们还是完成了 那个游行 因为缅甸军政府 真的不会因为 刮风下雨 而不杀人 同样的 中国政府 会不会因为 会因为这样的一个 肺炎的疫情 就不打压民主吗 我今天不敢去香港 很抱歉 我真的不敢去 你说我胆小 没关系 我真的不敢去 因为我真的很怕被失踪 2014年的七一大游行 我代表台湾的团体 上香港为园的大台 用广东话 对他们加油打气 因为我会讲广东话 然后这几年 参与在一些反送中 或者是说 之前的战中的一些活动里面 香港 对我来讲 我念大学的时候 很常去 每一年都会去 而且隔几个月就会去 我们觉得那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那是一个至少是自由的地方 但是它现在不自由了 毛密币可能也会在香港被失踪吧 这修建可能也会 一号 大概 看起来就是那种北类 对不对 你看 黑框眼镜 标准喔 习惯穿黑色衣服 黑框眼镜 头发有点长的 这叫颠覆 颠覆国家的分子 看得出来吗 看得出来吗 中国看得出来 因为李明哲 李明哲就被 李明哲做的是什么 颠覆国家罪嘛 对不对 颠覆国家罪 中国 中国它不只是用肉眼判断你 会不会颠覆国家 它不只监视你的Facebook 它在讲说 讲什么内容 判断你会不会颠覆国家 它还会用它的科技 来无时无刻监视你 认为你会颠覆国家 我之前在一场谈话性节目 这个我讲完以后 这个我就交给黄黎碧 我在一场谈话性节目 那个谈话性节目叫做 有话好说 有看吗 很有品质的谈话节目 对不对 那时候刚好汶川大地震 汶川大地震 我们就call out 给一个人叫黄骑 说 现在汶川那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他就 没关系 我可以直说 这个绝对不是你们所看到的 这温爷爷 这胡爷爷来的那个画面 结果 四天后他失踪了 他被判了一条罪叫做 对外散播不利国家团结之言论 四年 各位 现在的台湾 我们无法想象 我们也不需要去想象 因为不可能发生在台湾 某个时期的台湾是如此 现在我们要用更大的力量 来救援黄骑者 因为要让中国随时随地的 知道说全世界每一个角落 都有人盯着他 盯着他 然后深远黄骑者 昨天静怡的说的 想说至少要让我知道 他现在还活着 我看那个报道以后 眼泪就流下来 我就觉得 怎么会有一个国家 对待于忍识 用这样的方式 那绝对不是我们所期待的 那我们就继续的努力 继续的救援黄骑者 待会 其实后面的那个明信片 都很欢迎大家 一起写信给黄骑者 然后也可以在你们脸书 如果假设你有脸书 就在脸书上面搜寻救援黄骑者 然后用私讯告诉我们说 你愿意写信给黄骑者 那我们会排班 把你的信寄给黄骑者 贴在他的救援的网页上面 专页上面 让更多人知道说 我们持续的等着我们的手足回来 以上 谢谢 各位朋友大家好 不好意思我迟到了 其实我一直觉得 我不是应该要坐在台前的人 因为今天 这个时间是我第五个 第五个会议嘛 所以我一直以为就是 我只要到场 然后呢 可能就是支援在前线的这些奖者 就是说因为我过去这几年来 可能比较多参与明哲的这个救援行动 所以我可能是本来想说 就是要来在前面的讲者 这个词穷或是怎麽样的时候 就是来救援 可是我想前面这两个 这三位都是非常会讲的 这个应该是抓住麦克风 都不放的人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就是 过滤了这样 可是无论如何 我稍微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所工作的人群公约事情 监督联盟以及我 作为人群公约事情 监督联盟的执行长 那在这过去这三年来的 所扮演的一个角色 那我想刚刚秀坚校长应该有提到 就是明哲是文山社大的课程经理 可是他在担任文山社大课程经理之前 或者是同时 他事实上是人群公约事情监督联盟的制工 他曾经协助我们办了非常多跟公约 特别是社心障碍者权力公约 那时候人群公正在权力要发展 社心障碍者权力公约的这个知识 以及我们也办了一些训练的活动 所以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我最后一次见到明哲的时候 是他来帮忙办活动就有迟到 然后呢我们匆匆这样子经过了之后 我还给了他一个白眼这样想说 你来帮忙办活动 结果你还迟到这样子 这个是我对明哲最深的印象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人群盟有一些读书会 还有志工的聚会是由我们另外一位同事宜珍 那时候是他们是我们的专职工作人员 所以是他还有我们另外一位同事宜静 跟明哲有比起我更多的接触 所以当在3月23号左右 就是其实明哲是19号入境 从澳门要入境中国不见 可是事实上一直要到两天之五了 虽然当天静瑜就接到有人的电话说 诶已经讲好了要在哪里接他 可是却没有出现 可是也一直到要经过4小时到48小时的时间之后 静瑜才真的确定人不见了 然后才分别寻求这个海籍会陆委会 以及要先上住在香港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办事处 类似像国台办在香港的这个分部去报案 然后才真的确定他不见 然后又过了几天之后 明哲的照片才出现在媒体上 可是因为第一张照片实在离我们 在日常生活当作跟他接触的明哲实在是差异太大 所以第一时间我们并没有认出来 可是后来是我的同事看到说 诶这个人长得好像我们的志工明哲大哥 然后那时候也很快跟伊林联合 然后伊林那时候是台全会的艺术长 可是他已经因为跟秀娟有救世的这个关系 所以我们已经先联系上 那所以我们作为曾经获得明哲协助的这样子一个团体 在知道明哲人真的不见了之后 我们就会觉得有一个 不管我们作为人权工作者 还是跟他相识的这个道德上面的义务 都觉得我们应该要付出 可是我必须要诚实的跟大家说的是 在明哲的案子之前 虽然原有农权艇有机会去 在某一些团体邀请中国的维权人士 或者是律师到台湾来受训的时候 我们作为一个本地的人权团体 可能有机会去分享我们的人权经验 甚至呢 因为我自己研究国际人权法的这个关系 然后特别对于联合国的人权机制 有书本上面 以及网站知识上面第二手知识的一个理解 所以我跟中国的维权人士 或者是他们相关的民主或是人权的 运动的接触就禁止于此 一直真的是明哲的事情发生之后 一开始有非常多的媒体来采访 然后背后要针对中国的很多的人权情势 做出我们非常粗浅的一个分析 甚至还要求我们针对我们跟明哲 非常有限的这个接触理念去猜想 他到底是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 而会被逮捕 然后我要说的是 虽然明哲协助我们办了非常多 跟工业训练有关的活动 也参加了这个读书会 可是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 原来他除了在国家设他的工作 然后帮了我们当志工 然后竟然还有时间是透过微信 做一个自媒体这样的自己就是在录好音 然后就直接在微信或微博上面播音去传播 有关于台湾的这个民主经验 那也融及了香港的一些历史跟民主的这个脉络 我们是完完全全不知道说 原来我们认识的明哲 同时也在做自己一个非常微小可是非常坚定的信念 在做这个提倡跟推动人权的这个工作 必须要说这个是 这不是我认识的明哲 我在我的理解当中他在做的事情 而且我们其实现在也不清楚说 他事实上跟社育 或者是跟民进党有这么深的怨源 这个是在我们跟他很有限的接触里面 他不曾去分享的 可是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认识 如同我刚刚所说 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强烈的这个道德的这个 义务跟这个人权的价值 当然还有人跟人之间因为真正的认识跟接触 而来的那样子的一个情感 所以让我们投入了这个救援的行动 那也因为我们的专长是在 民和国人权继制的这个部分 所以呢在4月的某一次 救援大队的会议里面 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不然死马当活马一方 因为过去台湾曾经想要试图 运用联合国人权机制 去救援我们自己本地的 由台湾政府自己所犯下的人权侵害的事件 最有名的两个案子 分别是勒生 勒生的运动 那时候勒生自救会 以及勒生青年 他们曾经非常积极的组团 真的是组团人 就杀到这个纽约联合国总部 然后另外也向位于日内瓦的这个联合国人权机制 去提出了紧急的申诉 可是那个时候呢 所谓的特别报告员 健康权以及居住权的特别报告员 就是透过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在网络上面 发布了一个声明 他就是证明台湾政府说应该要正视这个居住是人权 那你如果真的不得不破迁的话 那么你至少要取得居民一个程度的合作 然后也要提供给这些居民相关的平常 这是第一个事情 可是再一句没有更积极的行动 那第二件有名的事情 也是现在有非常多的人权团体 跟私感团体一起在救援的一个最有名的冤案 也就是在台湾目前历史记载 然后被关押最久的这个死刑犯 大家知道是谁吗? 就是邱和顺 邱和顺从他被警方逮捕 激押一直到定罪 到今天为止已经31年 他是我们目前在台湾被关押最久的这个死刑犯 那当时候在2011年的时候 废除死刑推动联盟 也写了一个紧急救援信 因为那时候他的死刑定议 因为速审法的关系 最高法院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 邱和顺的案子曾经经历十几次的更审 可是因为速审法的通过 他们很担心很快得把邱和顺给放出来 如果不看他死刑 他就得放他出来 所以最高法院以我们觉得太快速 快速到以至于我们觉得是草率的方式 直接就有死刑定议 所以那个时候 Facial死刑推动联盟 曾经也写了一个紧急申诉给 联合国的酷刑特别报告员 那特别报告员受理了 而且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人权侵害 可是大家猜他采取的行动是什么 他采取了什么行动 他真的采取了行动 事实上太别报告员最经常采取的行动 除了我刚刚说的发布一个声明之外 最常的就是透过外交的系统 然后去要求这个侵犯人家人权等国家 再提出一个正式的说明 所以你猜他把信息去哪里 他透过中国驻扎在日内瓦的这个代表团 然后送到中国的外交部之后 就给了北京当局 那北京当局就是号称这个一个中国原则 可是就像刚刚有别说了 他其实事实上一直没有办法把他主权 真的他只是表面上有对我们有主权 可是他没有办法把他的手真正的 就是统治的手伸进台湾来 有可能是用优微的方式 可是不是以司法管辖权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看到前天要逐出这个 美国的记者的时候被美国被问到说 诶 那这样子台湾在台湾工作的 像美联社的这些美籍记者 要不要也一起把记者这里交还给你 然后离开台湾 因为照你如你所说台湾是中国领土的 可是无论如何他收到正公信 可是他不能奈台湾政府和 所以后来就没有处理 那要一直到就是203年前2017年 我们4月6号那时候人员萌就真的做了一个 就是我平常都是只能在书本上学习 然后因为在书本上学习 所以有机会去交的这个课程 我现在第一次有机会直接去practice 我的书本上面的这个知识 然后我们就提出了这个申诉 那当时候真的是觉得已经是没有办法之下的办法 我记得我们是下月24号第一次 开始有临着救援大队跟静瑜开第一次公开的记者会 接下来几乎每两三天 隔天呢直接就是把记者会的现场 拉到陆委会 一部分要求陆委会要对中国正式提出质疑 可是我们也是利用这个记者会 直接向中国政府校正 我们几乎是每两天就开一次记者会 可是一直都没有办法得到中国比较正面的回应 比方说他19号不见 可是他到3月27号在一个晚上的记者会 是被可能是套老招 被一个台湾的记者问 然后他才提说李明哲现在正在接受 有关当主的调查当中 可是在这个记者会里面他不愿意说 李明哲是基于怎么样子的原因 被哪一个单位在哪里进行什么样子的侦查 他不愿意 要一直到再过到5月他才说 现在李明哲正因 大家注意这个罪名是山洞 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还不是后来定罪的颠覆国家政权 后来我们从起诉书上面才看到 大概是在5月16号的时候 就是人已经不见了两个月 然后他终于正式根据他们的行事诉讼法 然后正式逮捕李明哲 那我的意思是说 在前面从3月19号到4月中的这段时间 事实上是真的大家都非常的绝望 我不知道在台湾的朋友记得 我们其中有一次记者会就在桃源机场主办 那为什么会在桃源机场 是因为那天静语已经买好的机票 决定要直接是要去北京去跟中国政府沟通 说他的先生到底在哪里 结果到了柜台 中国的航空公司那天是哪方航空公司 还是哪一家航空公司 他告诉静语说他的财报证 已经被取消 所以呢被注销 所以即便他有机票他上不了飞机 所以呢我们就是也是紧急的 就在当场开了机序 我只要告诉大家去形容那一种 就是陆委会有利使不上 因为虽然那时候有两岸共同法制犯罪的这个协议 可是基本上在蔡總統 不是等級 他怎么讲take office 就是我还是很 救職 救職 我因为今天开会一直用英文 所以我就来听个take office 就是想不出来 好 等一下 在就職 就職 之後呢 幾乎就是他们就不愿意再依据这个协议 所以在任何有台湾人在中国被逮捕 或者是失踪的时候 主动去通知我们的刑事和警察局 所以整个联系的管道 几乎是完全完完全全中断 所以我觉得是在这个 这么绝望的状况底下 我们才想说那好吧 那我们来跟联合国这个相关的四个机制 就是试试看 就没有想到我想 不是只是人缘谋单一的功劳 当然我们先提出了这个做法 可是在中间这个过程 这个案子也得到非常多国际的关注 所以也在国际人权团体的共同声援底下 我相信这个会促成 联合国的人权机制愿意去授予这个案子 那我要说这个案子发生的时间点 为什么会唤起这么多国际媒体的 国际人权团体的关注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大的原因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 中国的境外NGO管理法 它原先的名称当然更长了 可是在2016年所通过的这个境外NGO管理法 意思就是说任何原本注册在国外的这些NGO 当它想要在中国进行相关的工作 或相关的活动的时候 它必须主动再向中国政府登记 然后呢它要必须要揭露它各式各样的活动 或是财务的相关的内容 所以然后2016通过的这个境外NGO管理法 那时候就在人权社群里面起了非常大的这个影响 因为大家会非常担心说 第一个是这些国际组织捐赠给哪一些的本土团体 可能会害到这些本土团体在中国的这个安危 然后另外呢 会变成是说境外NGO就会受控于中国政府的一个潜质 因为它随时都可以撤销它的登记 所以那个时候当李明哲不见 而且大家又知道说它除了是文山社大的经理 它还曾经在人权团体工作过之后 所以那时候国际人权团体的第一个反射的反应是说 那是不是跟境外NGO管理法有关系 如果真的跟境外NGO管理法有关系 那么李明哲将是中国施行NGO 境外NGO管理法之后 第一个在中国境内被逮捕的人权工作者 所以在状况未明的这个状况底下呢 我觉得所有的人权团体也都是比较 持一个比较紧张跟高度关注的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关系这个案子 所以呢 那时候就是后来这个案子被受理之后 我们分别有机会到联合国以及布鲁塞尔 去进行了几次的报告 那这个是台湾团体第一次在一个正式的人权机制里面去进行报告 那我还是这个部分我就觉得我是很残忍 可是也很感谢李明哲就是第一次让我有机会 把我的在书本上面学到的各式各样 甚至上课在教的这个东西第一次有了实践的这个机会 可是我必须要说中国有多么的恶劣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叫天天不理 所以我们采取完全透明公开的方式 把NGO把救援大队要采取的每一个步骤 是摊在阳光底下随时开记者会 召告天下 特别是要告诉中国 我们准备在几月几号做哪一件事情 包括联合国原则 其实他们一直交代我们说 因为我们后来是被这个强迫失踪相组受理 那强迫失踪小组是所有联合国人权机制里面 比较特别的 绝大部分的联合国的申诉机制 不会给当事人跟当事人的家属 或是救援团体面对面的报告这样的机会 唯有强迫失踪小组基于强迫失踪 是一个最可怕的人权犯行之一 再加上他会觉得除了人权的职务之外 更重要的是一个人道 就是强迫失踪小组还蛮强调自己 在人道的这个角色 所谓的人道的角色是说他可能不是来救责 而是最重要的是协助家属 能够知道他的家人现在被人灌压在哪里 所以把人知道一个人的 他人究竟在哪里 这件事情才是强迫失踪小组最重要的任务 所以这个小组跟其他的 联合国的胜诉其实不一样的就是他给了我们 面对面跟这五位人权专家面对面沟通这样子的机会 那本来已经还好 本来他告诉我们其实不能讲 因为他很担心我们会被侵害人权的国家阻挠 以至于我们自己的人生安全也会遭受到威胁 所以他本来是说你不应该讲 可是一样因为我们已经都没有方法 甚至在过程当中路委会还指责我们救援团队说 我们是不顾理明哲的安危 想要踩着他的尸体 就是我们不想要他安全的回来 我们只要因为我们只 就像刚刚明...刚刚... 刚刚...有言...有言说的 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坚持 我们坚持他无罪 然后靖云那天在桃园机场是说的非常清楚 他觉得他宁可回来的 不是明哲的活着的肉身 可是他都要有明哲要有尊严的存在 或者是死去 所以就是因为连家属都抱持的比NGO更高的 这样子的一个要求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更不能够去妥协 所以后来我们很快的就公布说9月13号 強迫失踪小组要在日内网的万国公建人权团体 结果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就在我们开9月13号的前一周开工作会议的当天 那天正在开工作 所以靖云收到了湖南法院打电话来 通知说李宁哲即将在9月11号接受公开的审判 从3月19到9月11号我们完全是音讯全无 所以靖云觉得9月11号就是这半年来 他唯一真的能够亲眼去证实说到底明哲还有没有活着的这一个 所以他放弃了到日内网去做 去陈述了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他选择到湖南 然后湖南的这个检察院 然后去看 对不起法院 然后去跟明哲见这一面 我只是要说中国的居心口測 以及那种操弄人心 我记得那天刚好是我们跟 我们在蔡瑞瑞舞蹈社前 跟美国的TED 就是他们的NED 就是他们的 类似我们的民主基金会 开一个全球的串联 要来支援中国的维权人士 结果就在那天晚上 对 然后我们隔天就要 隔天靖云先飞 然后我们隔天的晚上要飞日内网 然后我还记得伊林在上面致辞的时候 然后就是眼泪就这样子掉下来 然后我也是在下面就只好哭出来 因为就是那一种 那一种还满绝望 第一个是有点绝望 可是再来是一种 就是完完全全被中国给掐住的那一种的感受 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难受 可是无论如何 就是我们去了日内网做报告 而在那个报告的过程当中 这五位国际专家他们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他们非常清楚台湾跟中国之间 非常特殊的这个关系 可是他们说他们救援的力道 不会因为台湾是不是联合国的会有国 或是会不会被视为中国的一步算 而去减损他们工作的热忱以及专业 那所以就事情就一路的发展 到现在我想比较近的这个步算 大家都很清楚 可是比较危急的当然就是 在前年10月也就是中国即将要接受 联合国图片定期审查的前夕 这个我明哲废不预警的遗见 我不知道刚刚授具人有没有提到这一段 就是中国即将在11月前年的11月 接受每5年每4到5年原则上是4年半的 一次所谓图片定期审查 图片定期审查的意思呢 是由联合国的其他会员国来审查 中国的人权记录 那他们的审查日已经被排在11月 就没有想到说在10月初突然 靖渝透过陆委会告诉靖渝说 他们从台商协会那边得到消息说 明哲即将被移间到河北的这个燕城监狱 那这个燕城监狱是由 是全中国唯一一所有中国自己的司法部 直辖的一所监狱 它是一个高度借户 然后呢离北京机场 听说只要半个小时的车騰 就会到的一个地方 他就无预警的把明哲就突然移送到燕城监狱 好像要让他接受另外一种的教化 那我们紧急提出申诉 而且也半记者会抗议之后 没想到两周之后 另外一组排商又来告诉陆委会 然后请陆委会告诉靖渝说 明哲又被移回去释善监狱 那这两次的移间是完完全全的无预警 到现在我们人就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这一次的移间对明哲的 不管是健康或者是他的在间所里面的处育 都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其实很多在住在那个中国的兽型人 中国监狱的兽型人 他们其实不愿意去吃中国急功 监狱所急功的食物 因为大部分都是搜食 而且你不知道那个来源是如何 所以很多的兽型人是透过家属跟朋友的接近 帮他们在帮他们存一笔钱 然后开了监狱的账号存一笔钱 让他们可以在里面买自己的一些食物 所以事实上明哲从前年也就是2017年的12月28号 开始在赤山服刑之后 他一直都是透过这个账户去替自己买食物 可是因为这样子的椅间他的户头被冻结 然后他所有在监狱的表现也全部归零 所以他就变成连替自己买监狱以外食物 就是今天所提供的食物在合作社买的这个机会 也都没有了 所以他就被迫吃那个非常非常糟糕的那个食物 他本来体重就已经很快速的下降 可是那段时间他的就是 就是静瑜去探望他的时候就觉得他的整个状况 是看起来非常非常多OK 大家可以知道是这个明哲看起来就是一个胖胖的 胖子的这个大龍宝宝类的 然后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也是非常重瘦 不是特别很高 可是静瑜说有一阵子他去看他的时候 他发现那个明哲的脸比静瑜的脸还要再小 你就可以知道他在多短的时间之内 掉了非常非常多的公尺 所以那时候他的身体跟心理这个状况 然后也都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紧张 所以因为这次的遗见 我们又提起了第二次的这个强迫失踪的这个緊急救援 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过程很有兴趣的话 第一个是可以去看台湾人全学刊 那我有把这个过程就是写成一个不是那么学术的文章 投稿在台湾人全学刊 那另外呢可以在联合国强迫失踪的小组里面去看到这几次 强迫失踪小组的这个专家发给中国的种种的声明 到最后一次到了第二次遗接所发的声明 那已经完完全全是一个警告 那所以可能我们参与的比较多的部分是在联合国的救援 那比较多可能很多的陪伴跟情感的支持 我想做最多的应该是秀娟 还有台湾人会现在在AI担任秘书长的伊伦 那作为我们救援大队最主要的窗口 那我想有连也是跟明哲长期是有私交的这一个 可能不到同时可是绝对是非常好的这个占有跟伙伴 那不好意思因为我没有其实没有好好的准备 所以拉丁拉脏的大概就是说了任务能参与的这个部分 可是可能其实我更愿意的是去接受大家对于李明哲的三年的这些救援 或者是对的一些提问 好 非常谢谢到最后的EV 那我们有三位讲者 我想今天在座一个很难得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有很多年轻的朋友 可能对于联合国 然后AI 也许听到AI的时候想到的是 人工智慧 可能还不是国际特殊的主持 OK 然后最后会有一些事 事大有一点点差异 那可是呢 我听到有一大堆的 比如说联合国AI 然后两公约 然后这一类的运作可能在教科书里面 或者在其他的管道我们看到比较多 可是呢 李明哲的事件让我们看得到 我们民间还是可以有一些动员的力量 甚至可以透过联合国的机制来做一些事情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而且跟陆委会 因为原本还担心有点过于躁进的这样子的倾向有一点不太一样 那当然陆委会在台湾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机构 他是从过去的过去的这种大国体制 然后两岸的关系连续下来的 所以我们很多的事情 并不是透过联合国或者是国际的正常的管道来运作 而我们要透过的是一个半官方很特殊的 两岸特殊的一种桥梁来做这些的工作 那可是我们看到民间其实是有这样子一个力量的可能性 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那当然这一次救援这样子的工作还不满意 可是至少已经可以让我们看得到说 我们还有更多的跟联合国工作的一些可能性 甚至呢我们两公约其实早就入法 我们是哪里2009入法 也就是说他已经成为宪法底下 然后他应该说高于一般法律仅次于宪法 那这么重要的法 然后在台湾其实还是相对的 在很多地方还是不会被提到或者不认识 甚至呢我们应该也可以通过这个法的施行 可以做好多好多其他的工作 那可是这也就是反映我们在过去我们的人群教育 基本上在我们的公民教育里面有了一个很大的一块空白 那非常谢谢就是几位在前线工作的人 可以让我们来就是理解这样一件事情看到这些的可能性 特别是呢刚刚有的人在讲的时候 就是他们一刚开始讲就讲到 就是讲到野百合 讲到有人就说他92年来 然后那个时候 OK我在干什么呢 就是野百合的时候刚好是 我高一的时候我也跑去静坐抗议 然后我还被寄过还退学什么什么等等 所以我是93年的时候已经退了学 然后才去英国读书 所以刚刚还硬要说我是肥类 OK好 对我们那个时候是这个样子 可是我觉得特别高兴可以看到就是 我们那个时候幻想中的就是在前面 充分现正的这些前辈 然后今天可以在这里跟我们分享 这么重要的一个透过联合国机制的一个救援的世界 那我们现在把时间开放给底下的朋友 就是没有一些各种的问题 杂七杂八的什么 反正什么都可以问 然后特别也可以对于他们所在做的组织 然后运作怎么去参加或支持 其实这也可能也可以问一下 其实我大一的时候第一个社团就是AI 在英国的时候我第一个社团就是 因为那个在大学里面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运作 然后甚至还有劳工的社团 Social work 在学校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社团 那可是在台湾这个还相对的 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那也还很需要就是各位朋友来支持 甚至传播他们的理念 好 那我们现在把时间开放给下面的朋友 就是看有没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关心 那我们有没有任何的 可以开始 OK 所以最后面来威脅 谢谢 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要 第一个 今天听到郑秀娟校长所说的 涉大受到台北市政府的答案 最近是 不是台北市政府 是台北市的议员 议员 OK 我觉得非常愤怒 然后 我是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你说不只是台北市 其他台区的先生 那 对我来讲 我是觉得说 一般的我们台湾的公民 不能放过这件事 我相信大家听到以后 不会只有我愤怒 那到底李明哲这个牺牲 虽然说他生命还没牺牲 但是已经很大的牺牲了 他居然在台湾还持续的 这样子在打压 从事人权教育的人权工作的社区大学 我觉得非常愤怒 我都觉得愤怒是说 诶 居然没有人知道 或者是我没有跟上这个消息 那这是第一个我要表达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常听说 现在联合国被中共渗透的很厉害 被中国渗透的很厉害 包括联合国的人权的机制 就是被渗透的很厉害 那刚刚李毕所提到的这个 人权的这个小组 那不是这个叫什么 被失踪的这个小组 似乎还没有完全的被渗透 但是我们也非常的担心 那我觉得李明哲的牺牲要有代价 就要有价值 我们希望这些事情 让更多的台湾人知道 让更多的国际人权工作的人知道 然后呢 要彻底的去面对中共渗透国际社会 包括联合国的人权组织的这个事情 那因为这个病毒的这个事情 就做一个对比 我不认为是对比 就是说 那这个好像病毒一样的 已经全球在渗透了 我记得这个人权的 这个基地区被 这样的一个 迫害人权的这一套 那而且背后有非常强大的高科技支撑 这样子一个 我觉得已经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去面对了 像台湾的陆委会的这种态度 那是完全没办法去面对的 那全世界 难道只有川普在面对吗 那川普又是在人权 在很多的人权的工作者 也就是打叉的 那欧洲不要讲 U1就不见了 所以我是非常的担忧 这个事情就是病毒一样 我不认为是此之类的 那以上就是说 我就是表达我对一个感受 那回应就你们仔细 看看怎么回应都可以 好 非常谢谢周一先生 其实在目前的国际处境上 欧盟有自己非常严格的人选机制 做得比联合国好很多 那美国基本上是不理会联合国 除非有必要的时候才会利用联合国 而且他们也不在意国际法 并不像欧洲 这是不一样的 那也因为欧盟自己做 然后美国不太愿意做 然后造成了 UN有一个很大的缺口 可以让松共的手可以进去 那这件事情其实是 还蛮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跟刚刚那位先生所讲的一样 就是目前反人权最大最大的病毒 基本上就是中国 而且扩散的非常非常的快 那当然也包括也扩散到 台湾这里来 那这的确是我们非常非常需要担心的 不知道有没有要多回应的 或者我先再开放 再让至少两位 你可以提供一下意见 发表的看法或提问都行 有吗 OK 好 其实是小问题 就是好奇说 就是有可能 他每次到李明哲的相关的 新闻公报导会特别难过 所以有的时候 没有办法好好的仔细去看 所以我不知道我将会的话 会不会有什么误导 就是好奇是如果 就是如果 有去在访李明哲或是哪 那个信给李明的时候 有办法知道他 他的一些想法 就是我会蛮好奇 他心中的一些感受和感受 或是他拿到信之后 他了解到一些人明就是 给他写的信 然后他读完之后 他会有什么想法 这是我比较好奇的部分 然后他对于在 中国那边的生活的感受 就是各种想法都很想知道 或是有没有 就是过去看到的时候 有没有 有没有谁有 有集合跟他有对谈过 都是知道他 他的心情 那些 就是想知道他的 所有的想法 好 好 谢谢 那我们看 还有没有一位 有吗 OK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先请 就是 那我先回应一下 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或许 最后这位朋友的问题 可能修理可以再补充 可是我先 就我所知道的 就是我们发起了 写一封信给李明哲的这个行动 其中有一部分的明信片 明哲真的有收到 然后另外有一部分呢 是禁于采取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 因为他的 就是禁于是比较能够把信真的给明哲的这样子的一个人 然后他也是 现在全世界除了 只有两个人 除了狱卒 或者是中国当局 这不算 事实上真的能够见到明哲了 只有我们 禁于跟你妈妈 那禁于曾经用一个非常聪明的方式 他在前期 把非常多网友 或者是 寫 或者是朋友 要写给李明哲的信号 抄入下来 然后把他当作家书的一个部分 直接寄给明哲 所以 这样子的做法 至少有20几份 所以明哲的确有收到 大家的 信 可是他有没有跟 我想他心里面的那个感动 跟受到雇武 这个是不用置 可是我想要在这边 跟大家另外分享一个小故事 是 我觉得在记者会里面 也有提到这个事情 就是李明哲虽然已经自己在监狱里面 遭受到这样非常多的fake折磨 根据禁于的说法 明哲告诉禁于说 他现在是在一个制邪的工厂里面 我是在监狱里面 可是监狱里面 为了替中国领取外汇 特别是听说这个工厂的生产力 甚至是这个湖南赤山在附近 这个社区非常重要的经济命脉 所以他每天早上大概从七年左右 六点起床 七点就开始上班 一路工作到晚上的六年 中间没有什么休息时间 吃饭呢 就是跟他的育友们 一起工作的这些育友们 就在一个浅浅的屋檐底下 不管是下雨下雪干嘛 就在浅浅的屋檐底下 然后吃很难吃的饭 那如果是下雨跟下雪 你可以知道 那就是或者 甚至因为大家必须一起在一起 所以你的范里面有雨滴有雪 也会有别人的汗水 所以因此他心心念念 他希望静雲传达出去的 不是他个人的处境 他非常希望静雲能够传达的是 中国领 号称虽然老改的这个practices被废除 可是其实没有 你可以知道说他从早七点工作到六点 一周工作 号称是五天 因为另外两天一天要接受那个教育 另外一天不知道要做什么 可能是所以事实上七天都是都没有休息 所以他心心念念的是希望静雲能够把 中国监狱里面这种抢后劳动 以及非常恶劣的这个生活环境传达出去 像赤山监狱现在的气温很可能是零下 赤山监狱在有洞瓶湖的中间 可是赤山监狱没有提供任何的热水 那大家要洗澡怎么办 到了晚上竟然是排了长长的队伍 在替你水机的前面间热水 然后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用水机接到的那一杯水 然后弄毛巾然后来擦擦身体 就是冬天你事实上是没有办法洗澡 可是我只要说明哲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就是即便他自己受苦 可是他还是更希望能够利用他的苦难 也去替其他一起受苦的朋友去争取他的权利 那这个部分是一部分的回应 那另外一个回应是刚刚阿翔有提到 然后我觉得台湾政府要设法利用现在的警示 更勇敢去做一些事情 我记得包括在普遍定期审查之前 我们曾经给陆我会跟外交部一些建议说 我们也可以来告中国政府利用这个机会来告中国的这个洋状 可是他们给我虽然有误音 可是我想他是为我自己所说的负责 虽然台湾跟中国的关系在小英总统上任之后 是的确是更紧张 可是我觉得我非常清楚的感受到 小英总统并不希望情势比现在更紧张 所以一直都有希望能够稳定化两岸的这个关系 所以我们提出NGO的任何作为如果有可能让两岸关系更紧张的话 那么我必须说都是这个政府 不管是民进党或是国民党政府所不欢迎的 可是同时他们常常都会告诫我们 我们不要再做一些让国家太为难的事情 然后说台湾的处境跟其他的国家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在第一线要面对中国的 可是我想要举一个例子 就是达兰沙拉的这个藏人行政中 也就是所谓的流亡藏人政府是怎么在对抗中的 同样是普遍定期审查 因为普遍定期审查 所以就有台湾的记者去问陆委会说 问主委这个陈明通主委说 我们要不要利用这个普遍定期审查做一些事情 又或者你要不要针对中国的人权记录给个说法 就没有想到说陈主委这么一个非常有文采 或者是很聪明的一个人 他的回应是说No comments No comments 在中国的人权记录即将接受 联合国际上委员国审查的前信 别人问他说你对于中国的人权记录 有什么看法的时候 陈明通主委是说没有意见 我没有看法 可是藏人其实在中央做了些什么事情 他就在日内网找了一个地方 他说藏人作为被中国最迫害最严重的一个族群 我们进不了联合国去做什么事情 可是我要办一个人民公审中国的一个民间的UPR 我要办一个民间的定期审查 普遍定期审查 所以他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国 很关心人权的这些社群 以及其他像是其他国家政府的议员 他们就在日内网就办了一个UPR 是一个民间团体的UPR of China 然后要直接跟中国对干 至少中国们也有权利来批判中国的人权行使 所以我只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都不管是西藏或者是台湾 我们都是在第一线面对中国压力最紧迫的 甚至我想西藏或是维吾尔人面对的压迫是远远高于台湾 可是西藏政府是用这么勇敢的态度挺身在对抗中国 而我们常常都只是口慧而使不至 而在这个事件里面你甚至连拿出喷喷口水批评中国的 这个人权基督的勇气都没有 我自己个人是非常非常失望 可是所以正于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政府是如此的不堪 我只是想要勉励台湾人民 就是我们应该要运用我们的前辈所替我们争取来的这个空间 我刚进来我想听到的有点是在说这个部分 我觉得我们必须愿意勇敢地站出来 在适当的时机或者是跟你的朋友去述说李明珍的故事 又或者还是应该要抓紧各式各样的机会 去控诉中国种种的道行仪式 对 非常谢谢 我先回应那个明珍当然就是因为静瑜可以见到他 然后呢可以确定不管他的身体怎么样 他的精神跟抑制心理状态是健常的 而且呢还是抑制很坚定 那所以他其实是在中国监狱里面 他看到的还是人权的问题 他其实作为一个人权工作者的敏感度都没有任何削弱 那因此他在 他不断的就是透过各种可能性把讯息传达给静瑜 要静瑜去透过我们或者是透过其他的组织 去让大家知道就是说赤山监狱是强迫扰动到不人道的状态 那本来他是全年无休的 现在赤山监狱在他的这样子静瑜的协助我们的协助之下 他现在开始一个月可能好像是有一天还是两天可以修剪 然后呢但是明哲他很清楚 有可能因为他的努力 他的育友们有这样子的福利 但是隔壁那一座就不一定了 就是因为他们有好几座 就是说整个赤山监狱是好几座大座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就是他还在努力当中 然后他也是希望就是说他就甚至会去传达 想办法去把他正在工作的那个资讯传达出来 例如说他在做什么样的哪一个牌子的鞋子 然后呢就希望就是说大家要去抵制买这样子的鞋子 要让那个这样子的品牌企业知道他们其实是在运用中国的那个就是这个叫监狱的那个 对对对对的一个面白的而且是非常不忍道的劳动的地方 那强迫劳动 对强迫劳动 然后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不用担心 那所以另外一点就是说刚刚已经有讲过了 其实大家的心还是有一些机会是可以进去 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行动过程当中 我们不只是想要去抚慰名者的心 其实我们同时要抚慰自己的心 因为呢真正就是会跟我们站在一起的 就是我们自己跟我们的亲友我们的朋友的 老实说我们常常面对的一个就是面对的问题 不是怎么样让敌人倒下 而是让敌人周边的更多人可以站起来说我不准你怎么做 这个就是人权的基本的价值 那同时也可以回过头来就是回应第一位就是发言者的问题 为什么涉达这样的新闻你不会知道 不是因为你没有看到这个讯息 而是这个讯息真的就是很小 那他之所以很小的原因就是人权常常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温水与情况 涉达其实是22年前那时候台湾的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的工作者 那时候可能都很年轻就是研究生或者是可能只是青年教授 大家一起来倡议再把教改这一块就是用成人教育把它切进了 希望整个博民素养是可以有公民素养可以提升 所以社区大学看起来大家现在看它是老人家在休闲的教育 虽然这一群老人家是已经有能力改变自己的休闲生活 但是实际上我们是在看就是说怎么样去让成年人是有公民素养 让他们自我改变这样 那所以他是社会运动的产业 可是呢就是说当一个架子攻击的时候 他当然就是会开始就是就是会有不同的需求会进来 所以有很多社大确实是比较像50班猜疑班 那有一些社大就是说可能就是像我们社大就是被吸引民者 这样的人群工作者来猜疑 可是如果有一些社大他平常没有这么紧密的跟其他社大结盟 或跟公民团体结合的时候 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在什么样的危险处境 所以当中国渗透进台湾的时候 让很多议员开始指指点点 开始想办法要去表现给中国政务判说 我替你们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 社大是他最后一下说 因为社大是教育局公办民意 因为我们认为公民教育和社区教育是国家的责任 所以我们要求是公办民意 这是一个公权力的延伸这样 所以他当然就很危险 很容易我教育局要把我公权力收回来 他就收回去了 当然他还运用的什么招标的程序课程 他做的非常漂亮 就符合整个法治的程序 所以社大就是这样被温水族青王给阻掉 那当然就是以我们台北市文山社大 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全国第一所 台北市十二所社大之间的一些合作 分工合作的一个文化也非常的紧密 所以台北市可以守得住 可是其他在乡村的社大 就是或者是比较年轻的社大 其实就未必守得住 那只是说社大因为他有公办民意的状况 再加上就是这两年的讯息也确实是很多 所以大家可能就会不知道 那会提这个案例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 所有的进步的工作 他都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变数 那有时候他你会觉得很挫败 我只是只能讲 所有的挫败都很正常 成功真的是以往这样 那只是说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成就了什么 我至少我可以确定 我作为这个人的价值 我不会怀疑我自己 我想李静瑜要的就是 他们不要一个会自我怀疑的未来这样子 所以他们其实是到现在都坚持 无罪释放 当然我们作为民间 我们作为民间团体 或者作为我们在座的民众 我们当然要坚持啊 我今天如果能够放回来 我想办法我也要放回来 但是他们两位 他们会坚持他们是无罪的 谢谢 其实我真是想要讲一下 想说 马上提的那一个事情 纵使是民主化以后的台湾 无所不在的被中国渗透 你看我们明显的议员都出来 可以对这个媒体讲说 老大哥请你原谅我这样子 像话吗 这个像话吗 你愤怒吗 我们是很愤怒 但是我要讲讲说 不管是他一臂讲 或者是修天讲的 我相信当时可能 假设有一部分就是 如果说明哲出现像周子怡的画面 拿着信 一字的读出中国写给他的剧本 我相信 我相信这一招中国一定有出来 说实在的 应该准备好了 应该准备好了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科的一部分 搞不好不会看五年 搞不好两年 我相信这绝对是中国会出的 他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任何任何 想要用这样的方式来羞辱台湾社会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 但是我相信明哲是坚持下来 要不然五年 五年现在已经过了一半了 如果我刚才讲的那个假设 到底要不要用 这其实很多的 有时候 有时候 不知道 我不知道一臂的感受 有时候跟静怡聊天的时候 或者他讨论的时候 我是不是心疼 就说 好吧 我觉得如果能够回来 什么 什么样子 但是没有 其实 其实那样的坚持有时候也是对的 因为那是一个 作为一个人 最基本的 我以前在看 我以前 就简单讲 就说 我小时候 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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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台湾以后就认识王丹 有一次就跟王丹 叫阿财的店 就是大家 我们 他在讲说 他以前如何 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 那个房间都充满了亮漆 然后 这个老房是完全没有窗的 视角都有一个 那个叫做聚光灯 四个月就这样照着你 他说 你无法看书 因为那个灯照在书上面 是满光到你的眼睛 无法睁开的 你无法睡觉 是因为 那个灯会穿透你的眼皮 那你不知道 白天还是黑夜 我们都不担心 就明哲会遭受这样的 这样的一种 一种不人道的对待 而且现在中国 我相信他 现在还是用这样的 一个不人道的对待 在对待他的中国人 对待 我们很多的朋友 曾经好几个到老正拜访的 回去 就失踪了 对 这其实这些事情 都是我们要持续 在关注李明哲的同时 也要关注中国 很多中国人 也遭受同样的 这样的一个对待 所以我就做这样一个 武装 但是民主 民主真的会倒退的 所以 今天真的是 好 这个结果是我们 至少是我们觉得说 在2018年11月24日 那个当下以后 让我们很担心说 我们是不是想要一个更大的基地 来反抗 其实这间店 从另外一个地方移过来 我们那时候想反正想说 很靠近立法院嘛 如果说假设 今年1月21号的结果不是这样的话 应该就是一个蛮重要的板杠基地 好 很期待 OK 我们还有 大家好 我叫Luna 我在清平台服务 那我们其实 我们主席是有参与这次的 一直以来参加您的救援大队 但我必须说 我们是比较像啦啦队性质 就不像一臂台学会 或像修炼老师 那么直接参与 那 那这个过程中 我想要跟大家报告几个事情 就是说 谢谢他们 都很坚持 那这个过程中 我们其实也结束到一些 艺术家的朋友跟年轻人 我们说 他们可以做什么 所以在这一次三周年的 这一次刚好 大家等一下可以来这边后面 有八张 还蛮 我们特别挑了八张的明信片出来 其实这是一群年轻艺术者 他们其实都是 平常都是上班族 学生 或者是艺术工作者 或者是说 这个时候他们可能是 是在家工作者 那这个名字叫做 Art Action for Freedom 不好意思 这个字有点小 那所以他们共同就是说 去 征询 就是说 愿意为李明哲 创作的一些艺术家朋友 那我们收到了三十几件作品 那坦白讲 在去年 在 这个应该是 也发动了快一年多的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的艺术家朋友 他愿意据名 或者是说他用艺名来投稿 那这件事情就让人家满振奋的 因为坦白讲 现在台湾的 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那个艺术市场是不好的 所以很多人他可能是必须去香港 中国 那所以我还蛮鼓励大家 又说可以带着明信片离开 那如果你愿意真的给李明哲 写一个直字片语 那你可以带走写 那第二就是说 如果觉得说写完 那你可以跟你的朋友讲述 李明哲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里还有也是一个年轻的一个 NGO工作者 他手绘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说明 那讲这么多 其实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去 有一些场合 去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刚刚有个年轻朋友就说 他有很焦虑 他心情怎么自处 我觉得作为一个台湾人 或者是一个NGO工作者 或者是说 关心人权 包含这个当下的我们 我觉得我们要有能力去做一些 在身心状况的一个 自我的一个比较练习 那这个练习很多就是说 我刚刚听怡婢这样讲 我还蛮感动 就是原来信里面的真的都 陆续陆续有收到 我曾经有一度很很很很很 应该是说绝望也好 或者是很很很残忍 跟那些年轻人说 他固定收得到 那你可以看得到他那一种绝 年轻人的反应 可是后来我说 这个过程中 这个信发出去 你写了 那你发出去 就鼓舞到中间的很多人 甚至对中国政府造成压力 或许你的一封信 或许你的一个行为 至少让李明哲 他在监狱受虐的状况 是减低的 那我们也很高兴李明哲 因为他自己在赤山监狱的状况 他也想要去改变那边的人权寿 或的一个情形 所以福利大家 就我们这边 平常我们是有在做义卖的 那这一次这些工作者 刚好这次就有大堆 所以有那个文山热道的一个经费支持 所以有印的一些素材 大家可以带走 那另外这边也有李明哲的黄丝带 那我讲这么多就是 可以为李明哲做什么 就是在你的生活中 在跟朋友的谈论走 你对这个事件了解 你可以很清楚的去讲述 所以刚刚大家进来的时候 有看到我们在播影片 那那是国际特色组织 他们就是为李明哲写信的影片 然后再更早一点 还有我们回后播放的 台选会的影片 那这些资讯资料 都会在最近的 寻找李明哲的这个粉专上看到 所以你今天带走的明信片 它后面都有QR Code 你可以扫得到 那我希望大家作为一个 跟我们一起作为人权工作者 就是那个Defender的量 绝对不是只有我们 肉身在MGO工作的 你们都可以试 而且你们都是一个 可以作为一个传播的 透过友情 透过家人的关系 把这件事情讲清楚 那这个时候的台湾 我觉得更多台湾人 这种意思是更重要的 谢谢 非常谢谢路 那还有吗 我只想要一句话不吵 就是我自己作为 那个国际政策组织的会员 其实国际政策组织就是AI 不是这个人 其实最有名的就是写信马拉松 那为什么写信马拉松很重要 而且可以发挥效果是很多时候 我们写定公信 不是给收信人看的 就像刚刚Luna也有提到 我们其实写信 特别是写信给李明哲 是要给中国政府 以及中国预政单位看的 那AI曾经做过研究 就是你收到的信 比你的信的多寡 跟你在监狱里面 受到的储域很有关系 特别是曼德拉 他那时候从南非被释放出来 他也是这么说 当他收到的信件越多 他可以在监锁里面得到的储域 是会相对好 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 就是为了写信 就是透过写信给李明哲 我们要来写信给中国政府 提醒他 你在做什么 我们在看 我们才是你的老大哥 我们正在定爭 好 那时间的关系 那我想在这里 我做一点补充 来结尾好了 就是今天 今天我们几位讲者 都谈到了一件事情就是 一直出现的人权跟人道 这些的概念 还有再加上 有人一刚开始 他就问了一个问题 我们可不可以批评另外一个国家 那我想 我们要批评另外一个国家 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立场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 在意的是人 人是我们最在意的那一个单位 在一个人可以成为 台湾人 中国人 什么人之前 其实他就是 应该要被当做是一个 有尊严的一个人 我们是基于这样一个理由 认为这一个的理由 其实我们也可以用来批评 另外一个政府 管它是多遥远的一个政府 只要是它迫害到的人权 我们跟其他的人都一样 我们是以这一个身份 在关心其他的人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要理解说 我们 并不能够说 要很客气的说 那是另外一个国家的事情 你干嘛去惹人家 然后你干嘛去管人家的事情 你无聊 就如此类的 那我就从这里 我在讲最后一件事情 那就是 在一个新兴的民主国家当中 至少会有三种不一样的人 第一种是 他就是习惯了威权体制跟价值 而且他从来没有改变过 第二种是曾经活在威权底下 他也理解那些威权的价值 可是他在当中他还可以萌生 人权民主的想法 然后他可能也有转变过 那这一类的人 他们往往会变成是少数的一个 威权体制国家当中 去促进民主力量的人 那我想在座三位其实都是 那还有另外一种人 是从小到大他就是习惯了民主自由 习惯到觉得他就像空气一样 然后甚至有时候觉得说 就是好像别的也不错 另外一个体制好像有他的优点 那认为一个正常的新兴的民主国家 一定会有这样三种人 但是呢 在最重要在推动民主的一定是中间的 这一种他熟悉有两个不同体制的 这些概念和想法 也因为这样子他们要把故事留下来 或者要把记忆传承下去 而且包括台湾的过去这些记忆 其实是中国会担忧的 所以他们才会对台湾有这么大的 这些的打压 那这些都非常重要 但是因为在座有一些年轻的朋友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从小到大就已经在一个新的课纲 以及在一个民主的时代上 长大的明星朋友们 往往这样子会更容易忘掉 为什么要去捍卫民主 自由跟人权 而且往往会觉得说 这就是对的 那本来究竟应该这样子 可是这就是对的 跟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子的时候 它是一个失语的状态 在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去跟 还不相信不愿意相信的这些人讲话 如果我们没有去补充这一些 论述上的这一些的 语言能力跟他们对话 跟他们吵架能力的时候 那这个就会变成是 蛮分裂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 反而在接受民主价值的新的世代 有时候反而会是 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那中间的 经历过转折的世代 他们还更有 语言跟经验可以知道 怎么去对付威权体制 就像我们今天的主角李明哲 他很熟悉 台湾曾经走不过路 中国正在走这些的路 所以知道要怎么去应对 但是呢 如果我们都不对话 或者我们不去捍卫的时候 第一种人 他就是相信威权体制就是好的 他在整个国家开始转变的时候 他会把他的忠诚度 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这是最可怕的 他从来没有改变过家事观 如果你称他们为精英 他们是党国精英 如果你称他们为 叫做 他们的心态是一种家父长制 那他们已经换了家长 这是最可怕的地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新兴的 民主的社会底下 那去跟他们对话 用行动来支持李明哲这样的世界 这反而是最重要的一个见证 可以去改变这个社会 也让那从来没有转身 没有转过概念的人 那也让他们有一个机会 可以来听听新的时代 年轻的朋友 怎么要去跟他们谈 所以我觉得这大概就是 民主社会当中 我们很需要去不同时代之间 也要去对话的地方 那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那等一下还有一些时间 就是不管是明信片 或者要多了解人权的组织 那都欢迎大家留下啦 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到这里 非常谢谢大家的参见